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今天在这里,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做过动症 也就是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症自然疗法方面的经验 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症 下面我们简称过动症 它是一个在儿童、青少年常见的一种疾病 一种算是精神情绪方面的疾病 过动症的特征是怎么样呢? 主要就是第一,注意力不集中 第二,过动 第三,会冲动 第一点,注意力不集中方面就是很容易分心、走神、学习障碍 过动方面呢,就是导弹 注意力不集中 喜欢强化 上课不遵守秩序 常常是老师觉得很头痛的学生 第三,就是冲动方面 常常会暴怒、打人 容易跟人爆发冲突等等 同时会有各种的对抗、反抗的行为 不遵守规范 我们还有碰到很多小朋友 除了上面讲的这个症状以外呢 通常会有睡眠方面的问题 也就是睡眠障碍 睡眠障碍呢 就包括说 在床上翻来翻去 由床头转到床尾 有时候还会掉到床底下 睡得非常不安稳 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 这个动作越多 就表示睡得夜不安稳 还有就是可能会磨牙 说梦话 尿床 梦游 多梦 所以是在做梦 梦中惊醒 有时候睡觉还会倒汗 再来就是起床气很重 就是怎么叫都叫不起来 起来也会生气 还有就是有很多人 也会产生睡眠呼吸中止症 就是睡到一半 不断打呼 还忽然间没有声音 脸色会变黑 那个养中农血 血液中的溶氧度会降低 所以晚上没有好好的脑细胞充电 睡醒来还觉得很累 有些人会发生催睡症 就是晚上没有睡好 晚上没有睡好 睡着了 就完全不省人事 这样 妥瑞症 注意力不集中 过动症 强迫症 情绪控制不良等等 这个都是 儿童青少年常常发现的 这个 精神 神经 情绪障碍 很少人 是只有过动的 通常会有注意力不集中 还有 可能会有强迫性思考 还有就是 情绪控制不良 也有一些人 有妥略症 我们碰到的 过动小朋友呢 大概有 差不多10% 是全部都有的 全部症状都有 他们表现出来的 就是中间这个 让人家觉得 各方面都是 有一些问题 这样 不是很正常 家里有这个 过动的 小朋友的父母呢 他们会觉得 很无奈 无助 因为传统的 医师 医学观点呢 就是说 过动 它的原因不明 可能跟家族体质有关 同时 也没有什么药物 可以治疗 最多只能够吃 利他能 或者是 专师打 让症状减缓 可是药物 还是不要吃 比较好 因为 有些人吃了药 其实是 会产生一些 不当好的 这个症状的 那如果我们 对这个 过动的小朋友 用嵌缩啦 矫正啦 处罚啦 或者各种 行为治疗 效果往往都不好 还有就是 演变成 精神神经疾病 成人的精神神经疾病的比例 比一般的人高 我曾经碰到一位退休的 做了几十年 这个 比较特教班的一个老师 他退休后跟我说 他觉得 好像很没成就感 因为 根据他后来的追踪 有很大比例的 一个小朋友的过动症 情绪障碍 长大以后 都是变成精神 精神疾病的这个 常客 所以 我们 对于这个 过动症的这个治疗 会有一些 跟一般人不同的看法 我们是认为说 过动症 是属于脑细胞过敏的 一种疾病 它跟皮肤过敏 是同样 可以用自然疗法来治愈的 治愈力可以到 百分之 九十以上 我本身 虽然是 西医师 可是我们做了 十几年的 自然医学以后呢 我现在 快七十岁 准备退休了 所以呢 我希望 能够把这个 我们这一套 对过动症很有效的 这个办法 把它录制下 录制成 视频 让以后的 家属啦 患者啦 或者是医师 或者其他医护人员 有一个方法 可以遵循 用这个方法来 治疗 过动症 其实比 任何药物 都会有效 我们认为说 我们做的是 中道自然医学 就是完全不吃药 来治疗疾病的 刚才说 过动症是一种 外胚层过敏性疾病 那么什么叫 外胚层过敏性疾病 包括哪一些呢 就包括这个 异味性皮肤炎啊 过动啊 还有土瑞 这三种常见的 所谓 外胚层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受精 跟胚胎发育的过程 什么叫做 外胚层 解释一下 这个是妈妈的子宫 这个是卵巢 受精 精子跟卵 受精是在这个地方发生 然后移行到 这个子宫里面 着床 这个是卵子 这个是精子 可能几万 几千 几百万的精子 竞争 想要跟精子结合 其中 有一只得到冠军 就形成了 受精卵 然后呢 变成胚胎 你看胚胎 刚开始的时候很小 42天 只有这么小 可能只有指头 那么大 受精卵 在差不多 几个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呢 它就会分成 外中内胚层 外中内胚层 这个外胚层呢 会凹下来 外面变成神经 皮肤 里面变成神经 这个就是外胚层 外胚层 其实它跟神经 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呢 皮肤的疾病 跟神经的疾病 其实是有某种 相当大的关联的 我们用这一张纸 A4的纸 来写这个 是外胚层 在胚胎发育的时候 外胚层 它往里面 收缩 卷起来 这个就变成神经管 以后脑 大脑 小脑 中脑 脊椎 就是神经管 发育成的 外面就是皮肤 外面就是皮肤 跟神经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 我们发现 有很多的小朋友 如果他的皮肤 发得很严重的话 那么通常就不会有 精神 神经 脑神经的问题 像这位小朋友 他这个很严重的 过敏 治疗好以后呢 好起来了 其实他完全 任何情绪的问题都没有 是非常一个 手持续 一个很乖的小朋友 他的整个 毒都发在皮肤上面 他的脑细胞 反而没有受到损害 像这一位 也是很乖的一个小朋友 他被诊断是 自体免疫疾病 其实他只是过敏 因为我们跟他抽血检查 发现他牛奶蛋小麦 黄豆 花生 这个十种过敏盐里面呢 常见的过敏盐里面 他 中了五灯奖 我们说 全面五种都中了 大部分小朋友都是这样 我们跟他抽他的血液 送去检验中心 做检测 发现说 他的牛肉啊 鸡肉啊 这些东西是可以吃的 燕麦啊 米啊 玉米 这些蔬菜 正常范围里面的东西 都是可以吃的 这个重度 中度 轻度 抗体的东西 暂时不能吃 这个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 厨房 像这个小麦都是重度 牛奶重度 蛋白重度 麦麸 黄豆 全部都不能吃 他只能够吃 他正常范围里面 抗体的 这个食物 经过这样的调理以后呢 35天后 那些过敏盐 不吃以后 他的皮肤就好了 就权益 这个是35天后 我们请他把 原来吃的这个 肋固醇啊 奎宁啊 MTX 吃了三年的 自体免疫的药物都停掉 改用这个 自然疗法 所以你想象 这个 发在皮肤的病变 如果发在脑里面 那还得了 脑细胞发炎了嘛 这个小朋友 他也是没有任何情绪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症的一些个案 像这边有一位小朋友 他来的时候呢 他是有一点点眼睛痒 打憨 还有 有一点失诊 很轻微的 他主要就是 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症 讲话停不下来 在我们诊间里面呢 一直跑啊 一直吵啊 一直闹啊 要把我们的电脑 推翻啊 推倒 要把 医生的这个 鞋子 拿去玩 没有一秒钟 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他妈妈说 他的小朋友 在安心班 从来不曾经坐下来 每天都在外面 跑 跑 我们帮他吃脑坡 发现他的脑坡 很异常 如果大家不知道 什么叫做正常脑坡 你看他 过两个月的 这个脑坡 你就知道 我们发现 他有肺肉 蛮过敏 还有牛奶过敏 蛋过敏 猪肉过敏 羊肉过敏 鸡肉过敏 很多很多东西过敏 就是他身体产生抗体 米饭啊 小麦啊 黄豆啊 几乎是吃什么东西都过敏 这样要怎么办呢 我们当然有一些替代的这个配套的方案 经过治疗以后 差不多两个月 他再来撑脑坡 就脑坡就变正常了 脑坡变正常以后 他的这个 人有什么变化呢 就变成很乖的一个小朋友 他不吵不闹 听我们在大人在讲话 他要拉着我的衣袖说 医师伯伯你好 完全就不吵不闹 这种个案我们看的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 治疗的重点 就是要把3D立体脑坡变成正常 再来呢 就是看另外一个 比较典型的个案 他也是注意力不集中 过动症 他是来自离岛的一个小朋友 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学校 他在学校里面也是一个 问题人物 他也是注意力不集中 过动暴怒打人 学校里面一百多个学生 没有人没被他打过的 其实他不是真的打 就是到处看到人就要腿这样 他也不是真的是 要说很愤怒的要去打人 那么我们跟他检测 发现他也是牛奶 蛋有重度抗体 还有米饭小麦黄豆 很多很多东西都过敏 那我们治疗上 当然就是说避开过敏炎 后面还会再提到 怎么治疗 因为他有肠肉症 也有脑肉症 有肠肉症 也有脑肉症 这个是我们的肠味道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脑 什么叫肠肉症 这个是我们的小肠的棉膜 这个里面有食物 食物里面呢 有很多蛋白质 我们人体是对蛋白质会过敏的 这个蛋白质不能够跑到进入血管 蛋白质要变成这个氨基酸 才能够进入我们的人体 那如果我们身体呢 吃了很多肋固醇啊 吃了抗生素啊 让一些不好的菌繁殖 破坏我们的这个肠黏膜 肠黏膜纤维的这个 这个细胞表面 还有就是我们的脂肪酸 吃的不够 这个过敏盐就会由这边跑过来 蛋白质跑到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叫做过敏盐 这个是正常的情况 正常的肠黏膜 肺黏膜都是这样 过敏盐大的蛋白质 是不被允许进到身体里面的 如果我们今天有肠落了呢 过敏盐就会跑过来 跑到血液里面 就造成我们身体的这个过敏反应 过敏盐跑到身体里面呢 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会跟它对抗打起来 然后产生了抗体 把抗体放到这个肥大细胞的这个身上 肥大细胞呢 在看到过敏盐跑过来 就会跟它打了起来 这叫肥大细胞 是第一型免疫反应 这个是第三型免疫反应 叫做慢性反应 担任这个慢性反应的抗体 是IgG抗体 占了80% 前面讲的第一型 是占了20%不到 这个就是过敏反应 这个就是过敏反应 第三型慢性反应 这个是血管 血管里面有红血球 红血球在跑 过敏盐跑过来了呢 白血球就跟过来 跟这个过敏盐打了起来 就好像你家里有了坏人 你跟坏人跟小偷打起来 看在什么地方打 在洗手间打 在卧室打 在电脑室打 然后就把这些设备都打坏了 如果我们有肠肉 肠肉症呢 跑到皮肤 站场是皮肤的话 就会变成皮肤的这个疾病 像这个人 他也是没有任何情绪 精神方面的问题 因为他的毒 已经在皮肤发出来了 他刚开始是汗泡疹 结果呢 经过了一段时间 慢慢的 大概经过十年左右 就变成这种很严重的 这个 看起来就不知道是汗泡疹 他算是一种异味性皮肤炎 经过我们用这个自然疗法以后呢 就 大概半年左右就好了起来 那前面讲的是就是 过敏盐如果跑到皮肤 就变成异味性皮肤炎 那如果跑到脑部呢 我们叫Liquid Brain Syndrome 怎么办呢 脑漏 有脑漏症的话 这个就是脑漏症 这是脑血管 这个是脑组织 脑漏症的时候呢 这个过敏盐就是会跑到脑部去 我们叫脑漏症 跑到这个 过敏盐跑到脑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脑的地方呢 就是管我们 情绪的脑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产生过动症 在这个脑细胞里面 有一种担任这个 血管里面具实细胞工作的 我们叫做 微胶细胞 叫做Microglia 它是一种 好像在 一个总统府里面的 一个警卫这样 他负责这个安全工作的 可是如果 我们这个脑里面 有过敏盐进来呢 这个血管里面的 蓄石细胞 就好像我们这个 国家的震报部队一样 总统府里面来了坏人以后呢 震报部队就跑到 总统府里面 就跟这个过敏盐 打了起来 就发生遭遇战 发生战争 时间久了呢 甚至 有的细胞也会死亡 这个就是 这个过敏盐 跑到脑细胞里面 这个大的巨石细胞 就跑到脑里面 就发生了免疫反应 神经呢 也会受到受伤 甚至有时候 会发生脑部的 肢体免疫反应 这个是我们的脑细胞的切片 脑细胞切片呢 它会 这个里面 看到有很多神经细胞 在活体的情况下呢 这些神经细胞都是会放电的 今天这个神经细胞 被过敏盐供给了 被巨石细胞供给了 就会放出救命脑波 这个救命脑波呢 就是由这个管群细的脑放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脑波 脑波可以分成四种 它的这个用3D立体脑波就可以检测出来 我们就分成β、α、θ、δ四种 这个就是看一秒钟 散动几次的分成四个群组 这个就是β波、α波、θ波、δ波 它们的频率 大概就是在1到30左右 就是不同的 这个是右脑 这个是左脑 这个是β波 1秒散动13次以上 这是α波 1秒散动8到12次 这个是θ波 比较慢 这个是睡眠波 我们来看前面讲的 这个小朋友 就是过动的小朋友 他的脑波是怎么样呢 他7月1号来的时候 脑波是这样 非常的强烈的 异常的脑波 他就是不管哪一种脑波 就是β、α、α、θ、δ波、δ波 四种脑波都是过度放电的 就是说整个脑细胞都在喊救命啊 放出这个异常的脑波 结果经过治疗后 五个月后 变成这样 就是他的这个异常脑波整个都消失了 那么异常脑波消失以后 小朋友有什么表现呢 真的值得恭喜 他父母亲说 这个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已经变成完全不过动 非常怪的一个小朋友 还变成模范生 功课也名列前茅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欣慰 他几乎没有吃任何的药物了 原来吃药物也没有效 现在用自然疗法就好了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当医师 可以真正帮到人的地方 不只是开药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脑神经是怎么修复的呢 我们人脑有1500亿个神经细胞 每个神经细胞都会放出这个电波 一个神经细胞就好像是一盏 很小的灯泡一样 这个神经细胞如果我们身体过酸 营养不够 油脂不够 淀粉吃太多 葡萄汤过多 等等 油脂吃不够 脑神经细胞就会慢慢慢慢的萎缩 死亡 到最后就变成脑萎缩 我们来看这个脑神经细胞 它有1500亿个神经细胞 脑细胞的油脂的含量很高 尤其是这个我们叫 脑细胞就是取窍 它大概有八九成都是油脂做的 所以我们如果油脂吃不过的话呢 这个神经本来传导的很正常的 它就会变成传导故障 神经传不过 那这个本来是很传导很正常的 如果受到过敏的攻击破损以后呢 如果又没有很好的细胞颜料 脑细胞颜料可以来修补它的话 它就会变成疤痕 然后神经就传导就会异常了 这一个图上面这个是马达线线 这个是神经的前面 你看我们的神经也是一条一条的 这个神经就跟传导的铜线一样 这个是神经 神经里面呢 有1500亿个脑神经细胞 脑神经细胞不会自己吃东西 都是靠这个心状细胞 把一个嘴巴吸在这个吸盘上面 另外一个嘴巴吸盘吸在神经上面 这个心状细胞 嘴巴开口的地方就是血脑胀壁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血脑胀壁 东西都是靠这边跑到神经细胞里面去的 这个叫血脑胀壁 营养素由这边进来 过敏盐也会由这边进来 我们身体里面还有一种负责维修的神经系统 就叫寡突细胞 维修就是要用好的油脂 脂肪酸 所以我们的治疗方法就是说 只要你给我们身体的细胞 好的原料 藏肉肺肉脑龙都是可以同步修复完成的 我们身体可以发挥自我疗愈的能力 而不是靠药物 这个就是中道自然医学 为什么可以不用开药的一个结窍就是在这里 那我们给的最主要的就是给必须脂肪酸 Om369一个最适合的比例 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可以恢复平衡 不再发炎 这个细胞膜 神经的细胞膜都是由油脂做的 所以油很重要 脂肪好油非常的重要 这个本来有肉的 不管是肠肉肺肉还是脑肉 都可以修复好 修复好以后呢 那么过动就会好起来 那我们来评估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到底是怎么样 根据我们的经验 过动症治疗超过九成 效果都是非常好 可以全益 那么不过还是要排除一些有基因切损的个案 还有就是先天性脑细胞受伤的 那我们为什么会可以成功呢 我们就是说 第一阻断过五年 就是看你什么厌血 看你什么不能吃 那些东西暂时不吃 它就不会跑到脑部去捣蛋了 还有肠肺脑肉都要修复好 就是提供一些各种完整的细胞原料营养素 还有就是我们会给大量的这个必须脂肪酸 让脑细胞受伤的可以修补好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减少糖的摄取 尤其是淀粉啊 抹糖啊 测糖啊 或者是各种各种的糖类 最好是能够做生酮饮食 当然小朋友是比较不容易做到生酮饮食 还有就是要排掉体内的这个自由基 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我们对于 比较年幼的小朋友呢 我们给他的建议是说 一公斤的体重要吃一cc的 Omega369的可见油 因为油可以分为可见油跟不可见油 可见油就是我们萃取出来的油 眼睛看得到的油 不可见油呢 就是像肉啊 坚果里面的油 那么如果是一个过冻的小朋友 我们一个20公斤的小朋友呢 你可以给他吃到20cc的油 就是一公斤体重两cc 那么还有就是要吃低糖生酮饮食 油脂一定要先吃到够 以前的人都说我们要吃低油饮食 其实我们的油脂一定要占能量来源的 大概40%左右 才是正确的 有人说过冻症可能有遗传 遗传的可能性 其实我们也是觉得可能有一点 可是这个没有人能够证明它是基因遗传 我们是认为跟饮食的关系比较大 比方说全家都不爱吃 这个都没有吃到够的油脂 好油 还有就是爱吃甜食 这种家庭的小朋友呢 得到过冻症的因素会比较多 会比较大 原因可能性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认为说是后天性的因素居多 而不是先天的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先天后天呢 这个是脑25天的时候胚胎 这个9个月快生的时候 在胚胎里面 妈妈的子宫里面就发生了疾病 我们叫先天的嘛 如果是减断期待以后呢 才发生的 我们是认为是后天的 基本上我们是认为过冻症 后天的原因居多 先天的 原因好像不是那么多 因为大部分都可以治愈啊 先天的是很难治愈的 所以说 这个过冻 妥瑞 我们治疗就是要 一起治疗 其实你只要治疗过冻 那么他的这个 妥瑞啊 强迫思考啊 各种情绪都会同步的 好起来 虽然有一种讲法说 小孩子的精神疾病 如果没有治好呢 会延续到 变成大人的精神疾病 虽然 不见得会有 文献能够支持 可是呢 我们在看很多成人的精神疾病的时候呢 好像 恐慌啊 一些幻听啊 幻觉啊 遭遗症啊 等等 那么我们问他们病死 他们都会觉得 好像从小就是有一点点 跟人家不大一样 所以说 甚至就是 也就明说了 他说小时候就有过冻 有妥瑞 等等 所以 我们感觉是 小孩子的 过冻症 各种精神情绪障碍 如果没有治好的话呢 很容易 延续 变成大人的精神疾病 我们也碰到一些 叫做顽固性的过冻症 什么叫做顽固性呢 就是说 像我们前面的疗法啦 各种方法 都没有效了 那就是 也 排除如果不是基因缺损 也不是脑伤的话呢 很可能就是要 他有对葡萄糖的反应过大 要做断糖生通饮食 尤其是 要用 甜菊来取代蔗糖 因为 甜菊 它的甜度很甜 有蔗糖的 三百倍 可是呢 甜度只有蔗糖的 热量只有蔗糖的三百分之一 还有就是说 我们要强力排除 这个小朋友 是不是有脑细胞酸中毒 跟自由基中毒的可能性 这个就是一个 在医学中心都可以做到的一个 正值扫描 就是 把这个葡萄糖的同位素进去 这个是健康的人 那么这个就是有一点不健康了 潜在的 那这个就是过度设计葡萄糖的 什么人会过度设计葡萄糖呢 有一些造症 精神分裂 妥瑞 过动 等等 都有可能是属于这一种 过度设计葡萄糖的 这个脑波 这个不是脑波 是正值扫描 PET 所以说 我们虽然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去做正值扫描 可是我们用猜的也知道 过动的小朋友呢 他一定要少吃淀粉 碳水和化合物 尤其是不可以吃浙糖啊 果糖啊 这些甜的饮料 那么他就是要用这个油脂来取代 取代这个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 油脂会先被分解成同体 才能够进入细胞燃烧 因为油脂都碳含量比较多嘛 所以他不能够进入细胞 要分解成四个碳的 三个碳的同体 才能够进入细胞里面被利用 所以我们也叫做生酮饮食 就是说我们可以糖少吃一点 油脂吃多 叫低糖生酮饮食嘛 还有就是说 急重性的 顽固性的 或者是过动 可以尝试一下 短时间做一下 断糖生酮饮食 就是好像癫痫的小朋友一样 有时候会受到很大的效果 还有就是说 我们要非常注意 一个小朋友 有没有细胞内酸中毒 根据我们的经验 绝大部分的过动的小孩子呢 都有脑细胞酸中毒的情况存在 怎么样知道 有没有酸中毒呢 就是由尿液的PH 酸减值来看就知道了 一个很简单 只要花一点点几块钱的一个市值 就可以知道 我们知道中性是7嘛 尿要酸 尿不酸就是不行了 因为身体会产生酸嘛 酸一定要排出来 要由尿里面排出来 我们身体才能够维持 7.35到7.45的这个 维检性 我经常自己 我王医师本人 我也经常 每天会验我的小便 我的小便几乎都是5 甚至5以下 这个是5 6 7 8 9 5 尿要5 或者 5.5还可以 6以上我们就 称作是异常了 5才是正常的 我们一定要维持细胞内的酸碱值能够在7.2 细胞外的酸碱值呢 在7.35到7.45 如果这个细胞内变酸了 尿没有酸 酸排不出来 就会累积在脑里面 我们叫脑细胞酸中毒 这个是过冻症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因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过冻 在 脱锐 也有过冻的一个小朋友 他那尿是7 我们说正常是5 这个呢 后来我们帮他排酸 排了以后呢 就变成5.5 他的自由基本来排不出来的 排了以后呢 也变成排出来了 自由基就多起来了 然后他的脑细胞呢 也就是 由这个很强烈的这个放电 我们叫脑细胞灾喊救命 因为脑细胞过酸嘛 自由基过多了 排了以后呢 他的 妥瑞 过妥瑞的这个 症状消失了一大半 脑细胞也变比较正常了 这个就是 我们治疗 过动症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式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先生呢 他9 尿是9 后来变成8 7 慢慢变6 慢慢降下来 还有自由基呢 起初也是排不出来 后来就排了 排了 我们有一些 特别的方法 可以排掉脑细胞 全身细胞里面的酸跟自由基 他排到最后呢 就变成 很浓的 又变淡了 这个 他一年排了9个小时 才由这个9 变到正常 自由基才排干净 通常 如果没有到那么高的话 大概排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我对过动症 自然疗法的分享 谢谢